接下來我們要再介紹幾個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做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原子排列的次序 在哪邊排列的次序 在周期表排列的次序 原子序1號做這 原子序2號做這 原子序3號做這 4號5號要排下來 所以原子序就是原子排列的次序 原子序在周期表排列的次序 我的原子序相同 我們就擺在周期表的相同的位置 就被認為是一樣的元素 就被認為是相同的原子 我們就會有一樣的元素符號 那麼誰是原子序 直指數 所以直指數就是原子序 一個直指的叫1號做第一個 兩個直指的叫2號做第二個 三個指叫3號做第三個 所以直指數就叫做原子序 原子在周期表排列的次序 所以相同的原子序 就在周期表擺在一樣的位置 就視為一樣的元素 視為一樣的原子有相同的元素符號 然後我們就有人說 直指數決定原它的化學性質 舊課本這樣教的 這個說法是錯的 錯的 決定原子化學性質的是電子數 更正確的說叫做電子主碳 但是我們要高中以後才教電子主碳 因為有人說周期表是按照化學性質排的 那我排的時候是根據直指數不排 而且我又知道正常情況下 直指數等於電子數 所以舊課本就告訴你說 直指數決定原子的化學性質 考試的時候不叫做考 直指數決定化學性質 但是你要知道這句話是錯的 這句話是錯的 不是直指數決定 是電子數決定 更正確的說是電子主碳決定 電子主碳決定 OK 加掉質量數 質量就是代表質量的數目 剛才跟你說過了 電子的質量很小對不對 可以當作忽略不計 國中又把直指跟中指當作一樣重 所以我們就把直指數加上中指數 加起來的數字就代表質量 這個數字如果越大就代表質量就是 越大 這個數字是你的三倍 我實際上代表是你的三倍 叫做質量數 直指數加中指叫做質量數 我們下學幾會叫原子量 對國中生來說 你基本上就可以把質量數當作叫做原子量 雖然這並不是真的相同 雖然這並不是真的一樣 但是對我們國中生而言 就代表當作就是一樣 質量數如果是16 就代表原子量就是16 原子量就是16 原子量就是16 OK 那我們寫一項寫 原數符號每mg 左下角寫一個 右上角左上角寫一個 左上角寫的叫做質量數 左下角寫的叫做原子序 所以這個符號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12個質子 原子序12 每個質子加中指是24 質量數是24 然後這個寫完之後 就是問一些問題了 問你還有幾個質子 問你還有幾個中指 問你還有幾個電子 稍有變化一點 寫的是mg2正 我寫完之後 我給mg2正 一樣問你 有幾個質子 有幾個中指 有幾個電子 要會 知道怎麼算嗎 正常情況下 直指數會等於電子數 質量數是直指數加上中指數 原子序叫做直指數 為什麼是mg2正 表示失電子 失幾個 失量 就會算出來 考試就可以問你一堆問題 希望你會 原子序相同 質量數不同的東西叫做同位數 原子序相同 質量數不同叫做同位數 因為我們的原子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會擺在周期表的一樣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的元素 我們是一樣的原子 但是我們的中指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質量不一樣 所以說法有原子序相同 質量數不同 或者叫做直指數相同 中指數不同 叫同位數 那我們就會用它的質量數來區別 碳原子序是6 有質量數12的 有質量數14的 碳12或者是碳14 把它分開來做區別 叫同位數 所以道爾坤說相同的原子 有相同質量是錯的 同位數相同的原子 但是質量數不同 質量不同 道爾坤的原子序雖然很多都不對 但是它可以解釋定比 可以解釋背比 它就從定比跟背比得到原子序 所以說一定的比率結合的 有的一定是兩個氫加一個氧 所以那氫的原子量固定 兩個質量固定 那氫的氧怎樣就會固定 這要定比定律 那麼因為我不能夠分割 那一個二氧化碳一個一氧化碳 碳固定一個是一個氧 一個是兩個氧 沒有半個氧的啊 這是為什麼呀 這是一個簡單整數比嘛 簡單整數比嘛 這叫做所謂的背比定律嘛 那前面 前面呢 有五個A兩個B 法應後也怎麼樣 五個A兩個B 那質量誰大 就一樣大嘛 叫做質量守恒嘛 質量守恒嘛 所以我們的道爾坤原子說 可以解釋定比 可以解釋背比 可以解釋質量 守恒 但是我們當我要交的東西 他不能解釋 要找別的東西來解釋 那後面再說 那你可以知道 他可以解釋定比 解釋背比 解釋質量守恒 從他的原子說的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可以解釋的 就是我們跟你說明 原子說所能夠解釋的事情 OK